大家好,我是這次展棋的藝術家蔡百寧 我現在為大家做導覽 首先第一張我們來到這張叫《放心上》 我們可以看到外觀是個心臟的樣子 有很多小小人有盡的心臟 那之所以會化妝化是因為可能是我自身的經驗 我聽到別人說什麼,他們對我說了什麼,做了什麼 我非常的介意,所以把它放在心上 非常的焦慮,非常的不安 主要是要表達這樣的情境 第二張我們來到了《物理看》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的人群 他們把頭埋進了像霧一樣的記憶裡 我是想要表達的是,在我們進行崇重效應之中 我們可能會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我們為了什麼而做 就像在霧裡一樣,迷茫,不知道在幹什麼 接下來我們到追光者 我在做完這張畫之後,確立了之後一系列的崇重系列作品 那這張很有意思的是,我的人群他們因為不滿意這個環境 他們覺得這個環境充滿了苦難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有紅蝦壺,一個黑洞 這樣代表的是我認為對苦難的定義 我們可以看到溫暖的光 人群他們朝著溫暖的光 就像我們群眾一樣,我們會想要朝著更好的生活前進 那這張作品就是在表達這樣的情緒 再來我們來到第四張 你聽我說,這張畫是整個系列裡我最喜歡的作品 這張畫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環境是口腔 你們可以看到有牙齒,有牙床,有像脫衣一樣的泡沫 人群在裡面就像斑角似的不斷的輪迴 主要是在說,我們在崇重效應上 可能是因為我們聽到了別人說什麼 我們聽了之後,我們跟著去做 那畫面中還會有海草 海草給別人的印象就是隨波逐流 所以我把海草加入了我的畫中作為元素之一 接下來我們來到了當我們依偎在一起 當我們依偎在一起是四張系列 那這張是這個系列的第一張畫 在畫這個系列的時候,我並沒有想的太多 主要是想要依靠著激勵、色快 營造出一種氣氛 然後讓人群在這個氣氛當中依偎在一起 主要在說的是,我們會想要尋求別人的認同 而去順從,去跟從別人的想法或意見或行動 我們來到系列的第二張 跟剛剛那張有很大不同的地方是 我們可以看到,畫的氣氛是不一樣的 這張畫有著綠色跟金色 在混濁、茫然的情境下進行崇重行為 這個系列的第三張,我們可以看到 跟剛剛兩張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可以看到凸起的肌理 這張畫有點像是在表達 一群人從軟鞘裡誕生出來 那我想要表達的是 我們會有從中行為主要是我們的生物性 在我們還沒出生前就已經註定了 沉接著我們剛剛說的生物性 這張畫的肌理我用像細胞一樣的感覺 那從中行為就根深蒂固在我們的DNA裡 這兩幅是叫無題 我在做這幅畫的時候 主要是因為我心神不寧 藍色的部分可能是因為我比較憂鬱 紫色的部分是我比較亢奮 那我在做這兩張作品的時候 是想要呈現我情緒波動 跟我內心複雜的感覺 我們來到唯一的載體為木板的這張畫 這張畫叫是誰? 沉接著追光者 我之所以會有這張畫的誕生 是因為有一天我失眠了 人都說人最錯的時候 是在夜深人靜時 尤其是失眠的時候 我開始胡思亂想 像這以前的人對我說過的話 做過的行為 或者是我現在身邊發生的事情 越想越焦慮 越想越不安 才會有這張畫的誕生 我們可以看到畫中 有床 有人 還有人群 這個是我 這個是老亂我思緒的想法 還有以前發生過的種種 或現在發生的事情 最後一張我們來到誕生 這張畫很特別的是 因為有這張畫 才會有接下來的成縱系列的作品 那這樣畫呢 我用非常特別的肌理 作為是卵翹 那卵翹孕育著小人 誕生出來的 接下來的我的人群 畫面我用黑色 金色去呈現 混沌的感覺 那為什麼要用金色呢 因為我覺得誕生是非常神聖的行為 所以我用金色 還有畫面中 會有看到像雨滴一樣的效果 我想要做出潮濕的感覺 那因為有這張 才有之後一期一夜的作品